看不出来它的差异性 特地拍影片仔细讲解哪边有问题 专家手上的这两颗石头经常作为赌石使用 而赌石诈骗层出不穷 现在更进军TikTok直播 看一下翡翠造假 贴皮就不用说了 有频道专门踢爆其他直播中的赌石诈骗 只要造假一点也不难 难的是观众无法透过一幕辨别 且不只是TikTok 脸书虾皮直播也有 但以往只是卖你假御时 近期开始流行的是线上下注 有一种新的做法就是 它是类似直播赌石 但是我们不是买那个赌石 就是有点像你买了一个彩券 然后你涂它的奖金 它涂你的底涂你的本钱 这样子 这个是一种诈骗 北部一名30多岁的无信机械工 在TikTok观看赌石直播 邀请观众下注 若切开是绿色翡翠为赢家 猜错就会输掉下注金额 无信男子汇款4.7万万五局 赌中两颗石头 奖金分别是600万及680万 但客服却要求先付下注尾款6万7 且不能从奖金先扣除 才惊绝被骗 透过直播主的指示进行下注模式 以及联系客服进行汇款机制 还有赢家若赢了以后的取得奖金的方式 也是透过客服 直播一般来讲 它可以选择呈现最好的一个透光性 或最好的颜色的位置 所以简单讲呢 你买的是一个直播的人 他要给你的一个假象 只是这类的赌石诈骗 多半是来自中国大陆跨境直播 即便台湾民众报警 也很难抓到人 毒石诈骗早已盛行一段时间 但现在竟然连假石头都不用给 用下注的方式直接收钱 TVBS宣伙军官也太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